89. 新經報 誤買分級基金股民800萬虧損至60萬在下節 機準日招底買入 損失慘重 因買入過程揭發風險提示 引發投資者不滿 2015年7月20日熱點 B. 林測里春平抄底買股票 卻買成了分級基金 直到巨大損失來臨時 投資者才明白過內 自己調進了一個叫做分級基金下節的黑洞裡 7月9日為12隻已確定下節的分級基金直算基準日 當日互心兩市強勢反彈 原本應不計成本出途的分級B基金 開始被一些不明真相的投資者大量抄底買入 當天 在確定下節的12隻分級基金中 全天累計成交額達44.47億元 儘管仍來了股市的強勢反彈 但分級B基金下節使者 投資者損失慘重 7月以來 有高達25隻分級B基金以下節 不少投資者一夜 本金虧損百分之七八十 截至7月16日 有九隻分級B基金只需下跌 百分之十就將足及下節的紅線 另有十隻分級B基金再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也將足發下節 名詞解釋分級基金下節分級基金是將母基金產品分為A B兩類份額 分別給予不同的收益分配 目前市場所有分級基金基本都時B 份額持有人向A 份額持有人融資 買入母基金對應的指數基金 從而實現槓桿化的收益 A 份額則獲得相應的融資利息 為保護穩健的 A 份額投資者利益 分級基金均設置下節條款 即當分級B 下跌至某一個水平時 分級基金整體觸發下節 大部分在 B 份額正值少於0.25元時進行下節 一個誤會至800萬剩60多萬6日買入的800多萬轉債進取B 9號登陸將護士傻眼了 就剩下60多萬 一位投資者對新京報記者說 7月6日轉債進取B 以漲停價開盤 其後一路下跌至跌停 當時就線納交易員建案價格排了下 看不到一塊錢的價格 覺得不會再跌多少 就買了 上述投資者表示 他並不知道買入的是分級基金 只是當作普通的股票買入 該投資者買入的轉債進取B 為招商基金旗下的招商轉債B 份額基金 7月8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發布公告 清值至2015年7月7日 招商轉債B 份額的基金 份額參考淨值為0.317元 達到基金合同規定的 不定期份額截算域值0.450元以下 基金將以7月8日為基準日辦理不定期份額截算業務 上述公告 該投資者卻並未看見 其在7月9日登陸證券交易賬戶 才發現800萬元買入的轉債進取B 本金僅剩60餘萬 虧損92.5% 該投資者通過網上搜索 才發現自己購買的是臨近下節的分級基金 同樣的慘劇在7月9日繼續上演 當天為軍工B 級 傳媒業B 休息800B 生物藥B 地產B 生物B 大陸B 一帶一B 環保B 煤炭B 休息B 改革B等12隻分級B 基金下節基準日 再按規定停牌一小時後 上述12隻基金恢復交易 大量的出途賣盤將價格押在滴停板上 7月9日午後 戲劇性的音幕發生了 A 股指數報復性反彈 不少投資者而說不說開始抄底 由於不少個股漲停不能買入 他們發現了這批營在滴停板的基金 都漲得太快了 想買進都來不及 然後看到一路一帶B 環在滴停板上 想一路一帶個股都漲停了 基金再後撒 也肯定能漲 一位搶反彈買入一路一帶B 的投資者講述期買入邏輯 與該投資者想法類似的不在少數 當天開盤一直封死跌停的一路一帶B 在下午1點湧入大量買盤 盤中一度漲停 全天成交瓦高達8.02億元 其餘十一隻確定下節的分級B 基金 也在巨量的買盤下跌停打開 十二隻分級B 基金全天累計成交額達44.47億元 買入分級B 基金的投資者 幾乎都在下節後面遭遇巨複虧損 一位北京的投資者對新京報記者表示 其接觸度的買入招商轉債進取B 損失在百萬以上的人 就高達二三十人 新京報記者獲取的一份投資互聯網B 損失情況表顯示 120餘人於7月9日買入互聯網B 基金 下節後共損失二百餘萬 人均損失近兩萬 高日價加高槓桿放大虧損股票 環有百分之十的漲跌幅 怎麼基金一天就能損失百分之八十 一位買入了有息B 分級基金的投資者質疑度 基金業內人士表示 場內交易價格與基金正值間的高日價 是導致分級基金下節後投資者 巨額虧損的主要原因 分級基金自帶的槓桿將損失進一步放大 同樣的分級基金具備的槓桿性 使得在市場大幅拉升時 分級B 不僅能夠獲得槓桿倍數的正值收益 同時由於市場追捧 入價率也會大幅攀升 數據顯示 截至6月8日收盤 收益超過百分之二百的分級B基金就達到了十一隻 而全部六十隻分級B 的收益率也達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點二五 今年上證指數漲幅超過百分之五 創業版指數漲幅約百分之一百五十 大槓桿的股票型分級B 類基金基本已跑贏大盤 牛市下的分級基金帶來的高額收益 卻掩蓋了其高槓桿的另一面當市場情緒轉向時 分級B 不僅正值會呈槓桿倍數下跌 而且入價率會回落 更嚴重的是當市場越下跌 正值槓桿越高 跌得越快 以有息B為例 7月9日截算既準日有息B基金正值為0.3048元 但有息B收盤價0.502元 入價率近百分之六十五 然而再執行下節時是以有息B基金正值來截算 投資者如以0.502元 的市場價格買了基金 也須按0.3048元 的基金正值進行截算 高日價帶來的虧損就達百分之四十 除去高日價帶來的虧損A 份額如B 份額的槓桿比例也導致虧損放大 以槓桿略較高的招商轉債進取B為例 該基金發行時約定A 份額如B 份額的槓桿比例為7.3 初始槓桿3.33倍 為目前場內交易的最大槓桿的分級基金之一 如投資者在截算既準日持有十萬分轉債進取B 按槓桿比略截算後 將指剩下7,100分 風險警示不足自投資者不滿實際上 購買了分級基金的投資者 大埔都將分級基金當作普通基金 甚至股票看待 當時想投資一隻基金 就看了下基金排名 看見君供B收益蠻高的 就買了 一投資者對《新京報》表示 其持有均工B基金近一個月 期間也有不錯的收益 本打算作為基金長期持有 但在下節後 虧損也近百分之三十 面對如此高風險的投資工具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 無論是基金管理公司 勸商交易軟件還是第三方基金網站 對於分級基金的高槓桿、高風險 都未有明確的標誌 購買時 投資者可以與股票買賣一樣 通過交易軟件輕易購買 無任何限制門檻 慣於分級基金將進行不定期接算的公告 也只出現在基金官網和第三方基金網站上 交易軟件未及時更新 我是融資帳號操作的S股 不虧損未股改的S股系統都不讓買賣 二分級基金風險與權證差不多 卻可以在二級市場隨意買賣 也沒簽任何風險協議 一位來自鄭州的投資者十分不滿 更讓投資者無法理解的事 再分級基金下節基準日 除開盤停牌一小時外 認可正常交易 並且無論該日降跌 即使B正值重新回到下節域值以上 下節也不能停止 這些風險在交易過程中也無任何提示 這導致不少投資者在下節基準日當天馬入 7月9日下午 信成基金外、國泰基金、彭華基金和新曼寧信基金都爭在其微信公鬧故 多出警示文章 建議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投資者 不要再買入7月8日以觸發向下節算的分級 B分額 顯然 不少投資者並未關注到這類預警文章 風險警示不足成為不少買入分級基金 以遭到具額虧損的投資者進行維權的依據 一位從事證券法律事務的律師對新京報表示 根據證券基金銷售管理辦法以及證監會的指導意見 基金公司在銷售過程中對投資人的風險承受能力進行評估 並推展適合的基金對於投資風險應當進度提示義務 否則要承擔部分賠償責任 專家建議完善交易制度至2007年國內第一隻分級基金誕生以來 隨著證券市場行程的發展 行業性分級基金由於大有槓桿作用 導致正值和交易價格瘋狂地連續上漲獲得了極大的追捧 基金公司分分部局分級基金 特別是借倫牛市分級基金規模得到了信蟒發展 廣發證券數據顯示 截至5月底,分級基金整體規模已經達到3112億元 其中股票型分級基金規模為2795億元 較2014年年末增長了147.83% 在本輪股市急跌前,由於市場行程的向上 分級基金出現了多次上折 此次集中下折則是分級基金遭遇的第一次 投資者因風險提示不足遭受巨額損失 也讓業內人士看見分級基金存在的制度缺陷 除了風險提示不足外,分級基金在下折的次日依然嘗試交易 而且沒有任何警示,也是部分投資者誤踩雷區的重要原因 現在當務之急,還是需建立完善的風險提示制度 以防投資者盲目買入,基金業人士表示 完善合理成體系的分級基金制度建設無法一速而造 但可以在交易規則上適當做變通 如以確定要下折的時候可以暫停交易或再代碼 簡稱潛於SG股樣加顯著符號警示風險 此外,提高分級基金投資門檻也成為業內建議 業內人士認為,分級基金在基金裡算是比較複雜的品種 其中的高桿桿、折算、套利等操作 投資者更是須療如指掌,否則很容易遭遇損失 此對目前以散戶為主,專業素質不高的 A股市場內說,提高進入門檻不失為保護 投資者利益的比較好的選擇 新經報記者李春平 北京報導